阿弥陀佛 这个阿弥陀佛不是为你自己念 你为你自己念 我保持正念 你还是小称的修行 我心里乱了 阿弥陀佛 不是那个意思 哎呀 我心里乱了 众生更乱了 对不对 愿我赶快转为悲心菩提心 愿我转为佛的心 阿弥陀佛阿弥陀 你要一直提醒自己这样 然后让自己的日常生活 起心动念 都不离开 这样子的正念 那这个叫菩萨戒 所以各位既然愿意 发菩提心做菩萨 那受了菩萨戒 而且还要烫戒吧 哎呦 很痛呢 你再考虑一下 那是不痛 怎么会生在我心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这个痛 放在你心里面 我离开菩提心就很痛 我离开慈悲心 我宁可死了 那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你不可能二十小时多 你经常会忘 但是要惨愧心 赶快再拉回来 这个叫转念 一直转 所以时时刻刻读诵 大乘经典 然后把大乘经典 所读到了 变成你实际的生活 叫戒律 戒律就是 对断恶修善 度众生 你不能读归读 讲归讲 跟你自己没关系 也让别人感受不了 你的这种改变 这种悲心 所以我想 一个人走路 头发 讲话 眼神 就大概就知道 他什么心态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 就算有钱人跟没钱人 怎么看也知道 读书人跟没读书人 看也知道 我特别 我小时候 我还特别记得 因为我是台湾高雄出身 但是我是家里在台北 台北长大 往往在台湾社会 北部的人 看不起南部的人 对不对 南部的人 不喜欢北部的人 都市的人 看不起乡下人 乡下人 不喜欢你们都市人 这么现实 彼此彼此这样 那个时候就会有这种 分别性 但是自己 如果你了解自己 当有这种念头的时候 就叫自己 又有分别了 我高你低 我对你错 那你要 时时 有这个察觉 好 那我想各位 我虽然讲 大乘经典 你千万不要说 那我就不用看阿含经 那不要这样说 以大悲心 去了解 解脱道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这个 解脱道的基础 照见五蕴皆空 你要去讲大悲心 那是粉拙的 那是吧 就像老公 我爱你 那这个爱里面 有恨在 有欲望在 那不是真爱 所以就像我离开 我过去的太太 我只说 对不起了 不能陪你了 但是我发觉 我关心他 超过他关心 他关心我的 是一种世间的爱 当然了 我关心的是 他的解脱生死 希望他能够做大丈夫 将来往生净土 成佛 就有一点像 爸爸对女儿 比较像 而不是一种 情人的关系 所以我是这种心态 那这样对我就 自然 我爸爸女儿 这也没有什么离不离开的 只是因为 他比较黏我 这个黏就是有压力了 你出家 那我跟你一起出家 这样 我说可以 等我去极乐世界 你要记得来 世间就不行 到了极乐世界 大家都没有男女像 你也变阿弥陀佛 我也变阿弥陀佛 所以感觉还知道 对方是谁 但是内心里面 毫无分别 各位要修行 修到这样 知道这个人是你儿子 但是呢 这个人是你仇人 你知道 知道 但是心里很平静 对儿子要怎么样 对仇人要更爱 这样而已 这个叫修行 你内心里面 没有这个担心 压力 哦 你的儿子生病 我说你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所以我每天早上睡醒 最怕的就是看手机 但是又不能不看 一打开 师父 请救救我 这个又SOS的 所以我早上 本来八点半就要来了 但是我就一直写牌位 写不完 现在有微信 微博 反正找到海涛法师 就没问题 天啊 我这个人 又不理他 又放不下 理他 我又时间不够 但是 我当然会帮他写牌位 帮他祝念 别人妈 我比你还关心 那既然你 这个 但是我已经觉得 这个找到我了 一定有缘吧 你不要 舍弃这个机会 服务他 既然我希望 我妈妈往生净土 我也希望他妈往生净土 不过我告诉你 为什么他会来问我 一定是他不安心 才会来问我 这个就代表在地狱了 他自己有一点操心 但是我知道在地狱 我都不回答 因为 我就要忙三天了 然后呢 法会啊 名字都给他背下来 我都会背下来 三四天以后 他打就 师父 你有看到我的简讯吗 早就看见了 还在超度的阶段 你千万不要听我这样讲 赶快找我 请你找我 如果你找我也找对了 那我老实跟你说 问题是 问题是 你要找你自己才对 念佛的心是人人都有 而不是我有 你也没有 只要你有信心 有悲心 我们有广修功德 他很难不去净土 释迦牟尼佛都说了 末法时期 德文弥陀名者 皆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亲口说了 见闻弥陀 释迦牟尼佛形象者 皆不退转 将来称佛 这两尊佛互相赞叹 所以 那各位 拿到了给他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自己的广修功德 又回向给他 对不对 然后呢 再跟他说说法 所以这个说法 讲的就放下空性 我认为 当然是给我一个 再报恩修行的机会 所以我会从厌烦 到接受 从接受到欢喜 然后到尽力 尽力去做吧 任何一个摔死 任何一个自杀死 所以 那都是我们尽力的目标 只是我回向的时候 不是回向 以他为主 所有自杀者 以他为主 所有病死者 或是他身上的业障 堕胎 众生 那我想各位 我这么说的目的呢 是要让这保 现在是有违法 这个法原始就是说 所谓小慈悲 中慈悲 大慈悲 小慈悲就是众生原始 你看到人生病了 看到狗啊 流血啊 你想要帮他 这个叫众生原始 这个叫小慈悲 法原始是 你知道要慈悲 慈悲才是我们修行的精髓 所以你故意去慈悲 这还要去培养 那无所原始是我们要修行的 原来生命就是慈悲 任何一个众生 任何一个时间 你都用慈悲心 努力的去做 所以叫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众生跟我是完全一体 我们希望达到这个空性无名分别 但是你要达到 还要前面的勉强自己 所以从众生的苦 到了解自己应该慈悲 了解何为一体无分别 我想有一点像妈妈 妈妈二十小时都想到儿子 对不对 安全没有 所以吃饱了没有 现在快乐没有 就是这样 所以他是自然的 他不用故意去想 我现在打坐想一下我儿子 像各位还要打坐想一下阿弥陀佛 又睡着了 又把阿弥陀佛给忘了 但是你对儿子都不会忘 对你执着的东西不会忘 这样想又比喻比较快 今天你的儿子三天没回来 你睡不着觉 你心里就 有一个失落感 一个怕 一个石头 你都不用 你想要排斥他都没办法 可能会变忧郁症 意思说你离不开他 那是修大乘佛教 不离菩提心 不离众生苦 你要修成这样 所以你要故意去培养 去思维 去接近 去发愿 如果我舍弃一个众生 我愿下无间地狱 你要这样控制自己 这个叫戒律 众生无边是远度 你要发誓 我如果不圆满此愿 我宁可下无间地狱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满足 在世间的快乐 或是你认为 你修行佛法某一个快乐 都不能有如此 有成就 就唯有所有众生 念下来 众生尽 法界尽 涅槃尽 我愿乃尽 这个叫三昧耶解 所有众生 所有法界 都成佛了 我愿乃尽 但是你又不能 执着有众生可度 为什么 我每天去度众生 那就错了 你要度众生 你只要安住佛性 你就是在度众生 灯自己亮起来 那旁边就会亮 这样 你不能拿着灯 跑去找人家 但是你要 你要发起这个心态 为了众生 那我要 圆满我的波罗蜜 圆满我的佛性 这个佛性圆满 要有资粮的 不是说 我看到空性了 什么都不要修 那错了 就看到空性 才叫起修而已 误而后起修而已 我们叫出道菩提 你真的真的 八地菩萨的法润 那个才是 真正在修菩提心 前面是 学习菩提心 学习菩提心 要把自己的分别 去除掉 叫降伏 伏心菩提 最后你真的 那开始才行菩萨道 所以 那个要两大阿僧起结的 在这个过程 所以各位不要急的 我马上要得到那个 好像有一点分别傲慢 就像我在这边讲课 我最容易傲慢 好像我是佛 你看 各位都乖乖听我说 这个要很小心 自己动机不对 马上就出问题 但是你又不能不懂 但是懂又不能骄傲 懂要做给别人看 住给别人看 特别你左右 修行的人 你要重视左右的人 左右的人 跟你同房间的 同寺庙的 从内心佩服你 你才叫修行人 这一点记住 有些人 有些人不管这一套 反正我一个人睡 我不理人家 反正我自己有个房子 我过我的生活 表面一种人 私底下一种人 私底下讨厌人的 跟人家合不来 那也没办法修行 所以当然像各位 无论如何也要发菩提心 想要出家 只是你现在因缘不成熟 有些是你自己的因缘 有些是你家庭的因缘 外在的因缘 但是出家是毕竟要的 这是因缘的问题 那你既然已发起这个菩提心 那你一定要 因为圆满菩提心 那就是要出家 所以因为你才有 以现今的社会是如此 你才能够同理大众 因为特别是汉人 汉人就是看到出家师父 就不一样 对不对 就比较尊敬一点 你目前的社会是如此 但是那你为了你要 想真的出家 或是圆满出家因缘 你现在要做的 让你的家人朋友 公司单位人 重新佩服你 我们公司有一位菩萨 我们家里有一位菩萨 让他重新里面 让你儿女佩服你 让你先生太太重新佩服你 这一点你要把功课做好 所以这个我师父观念很正确 他跟我说 因为我公司在我们师父的 或者讲堂旁边 那我师父也常来我们公司 看他关心我们 他就跟我说了 你有家庭 有公司 有社会关系 如果你今天 因为我跟我师父学 发菩提心的 有菩萨戒经 说你如果要出家 我为什么要出家 他说 我想要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说还不行 我现在他教我菩提心 所以为我开课 有菩萨戒经 讲菩萨戒 那我师父说 你要出家呢 你一定要先发菩提心 你才知道出家要干嘛 所以 但是他一方面跟我上课 为我一个 结果来了很多人一起上 但动机是为我 但是也到了公司来